各位同學,大家好,晚安 今天這一課是我們復課前的最後一課 會講這個 website development 裡面我們會做一個 menu 當你學完這個之後,你就會做到半份功課 但他做到半份功課,整份功課完成的時候 就會是這樣的,你點擊,點擊,點擊 你選了三個 subject,都不選這個 subject 只剩下兩個,你都可以重新設置 你都可以選兩個 subject,然後submit 你就會傳出資料到我的伺服器那裏 這份功課會多一行,會說是哪一個人傳過來的 到時你加功課會有的 要完成這個的話,我們就會下載一個半製成品 你一早已經取得了這個檔案 叫做index.mictm 在task220那裏打開 跟我們預備好,我們就立即開始講解 Sir,你開錯檔了 聽不到,請大聲一點 我的麥克風壞了,請大聲一點 你手上這個應該是上次的 Sir,你這個上次的 是一個來的 是呀,幸好你看得到 我開錯了,Task220才是 不好意思 是的 好 因為這些檔案一樣,我卡住了資料隔 多謝你提醒 好了,這個我們就立即解釋 但我沒有傳錯給你們 好,這裡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先講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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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script 我們定義了兩個away 兩個away 和一個變數n 和上次shopping card 的做法是很類似的 和上次shopping card的做法是很類似的 這個away是empty 一開始的時候,裡面一個an文都沒有 所以n等於0,代表什麼都沒有 當你要放第一個an文下去的時候 away裡面是由0數起的 所以subjects括弧0 即第一科是中文科 擺出來之後,n就加加,n就變成1 所以下一行做的時候 這個英文科擺出來的n是1 這個是0,這個是1 當1存了英文科,n就會變成2 所以如果你只有兩科的話 這個叫做0,這個叫做1 入了兩科,n就存了2 所以n就存了number of subjects 好,這個在shopping card 也有解釋過類似的做法 如果你明白subjects的away 和n的用途 請你舉舉手 好,麻煩你無關謙 因為我們這個概念是強化了 之前份功課都有做過 你聽第二次的時候 這個概念就會容易掌握和明白 這次會多了另一個away 這個away的名字叫select 就是你的科有沒有選擇到 一開始的時候 這些科目是全部未曾選的 所以這個是fal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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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每一個科目都未曾選的時候 我就暫時用away 做這個科目叫做false 如果當你選了的話 如果當你選了的話,數學false 相對應那個away的element 我就會把它變成true 如果你現在click它,它就會變成false 你click它就會變成true,click它就會變成false 這個select,這個away開始empty 你有一個科目的end就會變成subjects 括弧0,就算是中文 subjects括弧0,就算是false 意思就是第0科就是未選擇的 英文科是第一科 即是編到1 編到1的select都是false 即是英文科都是未選擇的 因爲程式一開始的時候 這些科目全部在這邊都是未選擇 你click它放過來,它就叫做選擇了 就變成true 你click它unselect,所以送過來 它就未選擇 那selected就會是false 所以這個away一開始的時候 每一個科目,你定義了名字給它 但每一個科目,它都是未曾選擇 所以它相對應於selected 是存著它的false 而總共有這個forse選擇了 因爲這個program未選擇 所以total是0的 講解到這裏有沒有問題 我解釋了兩個away的用途 同一個n的用途 同一個變數total 就是存著你總共有幾個for選擇了 如果你說到這裏明白的 請你舉舉手 這個就是total的變數 這個三科 當你按按按按,它就變回到0了 好 最好就是明白那個away的用途 這樣就容易決定了 好了,這一堆東西解釋了 接著就到這裏 我們這句不用解釋了 顏色、body、hdr等 我們因爲有個form 不斷炸掉我們填份form 接著就要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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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份form 寄了出去 有個好像寄了form的效果就可以了 正式做的時候 當然form裡面要送你選擇什麼for選擇 但那些我們就今次不在我們的範圍裏 我們今次的範圍只不過是你按申請 就把資料送出去 送到哪裏呢? 都是給了連結 今次的連結和上次的購物卡 都在這個位置 不過檔名叫menu.php 所以這裏呢 我們有個form包住了 你的body裡面最主要的部分 下面留下一個位置寫script 明白了這個部分的 請你舉一舉手 原來有份form 就是寄在這裏 用什麼方法送呢? 用post的方法 因為多數這些資料都用post的方法 嗨 陳浩你好 李康熙你好 嗨 郭詠熙你好 嗨 郭詠熙你好 OK嗎? 剛剛才更新完了 這部電腦 好 剛剛更新完都算快了 好了 接著呢 就到這裏有兩個button 一個叫reset button 一個叫submit button 我們上次的購物卡都用過了 這兩句都沒有變的 我們就不花時間在這裏說了 好 接著我們開始加進去裏 還未加進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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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才下載了 index 對 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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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會加進去裏 什麼東西進去裏 嘩 這麼多這些 什麼東西來的 我們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wstamp.css 裡面的css 有一個幾奧的設計 它的名字叫做layout 這個layout 就會 你自己好像整個table 說清楚 說清楚 好像整個table 不是table 是好像一個table 這個table 你看到一個row 裡面有三個column 好像table 但是不是table 行不行 OK 我們用這個layout 我們用這個layout 做了三個column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的功課 一個column 在左邊 擺放未曾選擇的subject 右邊擺放選擇的subject 中間平時有個左箭嘴、右箭嘴 今次我特地不用那兩個箭嘴 所以就這樣擺放一個滑滑 就算了 我們無需用這個箭嘴 但是也有三個column 我們就用這三個column 來擺放我們的layout 裡面會教你怎樣去使用 你可以在try it yourself 能夠做得到 那就像這樣擺放一個滑滑滑的 大家竟然會教治一下 這一句 你們 скор一聲 便要�iffer 不其他isko 少三個 只是哪一句 最令你有一個roll 就是這一句 DIV 開頭結尾就是一行 這一行分了三個column DIV 就是成行 DIV 就是一個column 第三個column 明白這裏有一個roll和三個column 你看得清楚的 舉舉手 多謝大家很專心上一堂 多謝 謝謝 鄧喜賢也OK 謝謝 接著是哪些東西令你變成table的效果 其實就是這一句 W3-cell role 就是一行 W3-cell 就是把DIV 變成一個cell 變成一個column 就是這一句 顏色打下去 只是給你看見有三樣東西 你可以沒有了顏色也可以 加個W3-container 只是加了這個padding 隔開了一些位置 好看一點的意思 OK 實際上令到它有這個效果 是用了W3-cell 這句最特別是至中 至中就用W3-cell middle 它就會上下至中 上下至中很難的 上下至中是比較難做的內偶 OK W3-cell middle 將它上下文字至中 所以我就將這個 現在抄給你們 剛才解釋了 解釋了那個意義是什麼 那我就在遼天那裏 在遼天那裏 我就抄下去 請你將這個複製 然後在這個form下底的位置 form在這個開頭 form在這個結尾 OK 那form下底總共選擇了幾個方 在form和total之間 我們就加入了這一堆這樣的東西 這裏我們看看 第一行就是剛才所說的 W3-cell row 又打橫一行 這個W3-cell 就是第一個column 第二個column 第三個column 第二個column 是上下至中的 所以我就加了一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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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至中的 我就是用了這個叫做 W3-cell middle 阿Sir 你還有一件事 就是文字在這個cell的左右字中 這個左右字中 就是用了這個格式叫做 W3-center 裡面只有一個滑滑的 OK 你明白一個column 兩個column 三個column 的結構 能夠產生了這個款式的 請你舉舉手吧 好 我都要馬上開這個demo 我將這個demo儲存 你們應該現在會做到 一個column 兩個column 三個column 你能夠成功操作到 出到這三個column 又明白這三個column 是怎樣做的 請你舉舉手 多謝你們看到 好 然後三個column 裡面有少少的玄機 埋伏了在這裏 就是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 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 因為… 我要先隱藏這個 因為我們在這裏 你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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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地方 是會不斷更新的 我們已經用過無限多次 做過很多份功課 你不斷更新的方法 就是去改變 改變這個位置的innerHTML 所以我埋伏了一個ID 這個ID 叫做unselected subject ID 而這個就是selected subject ID 一會兒我們的script 就是改變這個ID的innerHTML 它就能夠呈現這個項目 在這個位置 好 明白這句57和這句65的請你舉舉手 原來是這樣的 有緣故的 你明白為什麼要有這個ID的請你舉手 我們會設計這個項目 我們要按步就班 我就不是說一次個答案抄過來給你 這樣的話 你很容易會不知道設計 誕生的次序 你寫的時候就有困難 其實我們上課上了那麼多 我們慢慢砌這些東西上去 你會清楚明白那個思考流程 是怎樣做出來的 那對你將來自主去編寫一個網頁的時候 一定是絕對有幫助的 可以嗎?鄧導演這個 好,謝謝 好 好 接著我們就差不多到戲肉了 到戲肉就是什麼 所以我們需要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去更新這個menu 更新這個menu 我就寫了一個功能 我就把它抄到聊天 這個menu 我會解釋給你聽 你要把這個功能放在這個位置 要放在Head的位置 OK Đây 저는hasis 這個functions叫做update menu 阿Sir 為什麼要寫這個functions 是因為一會兒 你按那個按的時候 就能夠可取回 Gonna 按這個項 dadurch 我們要將能夠可取回 一開始按,要改善一次 你按 mouse,按鈀 тел,要即時更新 一 二 Z 就即時更新 所以這個更新的過程要做這麼多次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寫一個功能 大家明白為何用這個功能做更新 如果你清楚明白的請你舉舉手 好 謝謝 你們越來越聰明 大聲一點 我聽不到 為什麼放在上面 但是聽不到你是哪一位 請你說一下 陳柏豐 陳柏豐 為什麼放在上面 你這個是一個我覺得 是真正懂得問的人去問的一條真正的問題 為什麼放在上面呢 你真的問得好 我接下來要馬上講解如何放在上面 多謝你發問 這裡 我補充一句 一個懂得發問的人 是等同於一個懂得答題目的人 因為你懂得發問 你就知道問題在哪裡 很棒 你就有一天一定找到一個答案 好 來到這裡 我就很快就回答你了 這個HTML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空白的 OK 我們這裡要寫一個program 寫一個script才能夠產生中 這個script何時寫呢 這個script何時寫呢 你可以直接寫在這個位置 不過 如果你把script寫在這裡 它執行完一次 你就沒有執行第二次的機會了 因為網頁已經拿進來的時候 第一次執行了 你就不能再執行第二次 所以 我就要把這個script 產生中因素3CAN BY 在這個位置 我要交給這個功能去做 好了 你交給這個功能去做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時候叫這個功能 什麼時候叫這個功能呢 很自然地 就是 當這個位置 這個ID出現之後 你可以叫這個功能 不過 我暫時不叫 因為你做功課的時候 這個update menu 將會是update這個位置 亦都update這個位置 所以 你不要在這個位置叫update 你要等到這個出現之後 才叫update 而且update 不但會在你的網頁進入時update update 就是每一次你點擊它 那些script都會update 所以 你都不要在這個時間叫他 我就會在什麼時候叫他呢 我把整個html落到底 去到script 在body底的script 才叫他 我把你的update 這個inscription 放進去的 聊天 請你把update menu 放在哪裏呢 放在這個位置 你看清楚 我是放在body的最底部 大家看到沒有 位 看不見到 放在body的最底部 OK 好 接著呢 你就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這個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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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否做到damp 這個 你應該說 現在的科目會出現 你卡住他 沒有反應 你還未能做些事情 行不行 我現在就放在那個位置的原因 是什麼呢 我只是想強調一點 就是這個update 一定要在這個update之前 當然 剛才陳百豐問了一個好問題 是不是一定要放在body呢 不是,我放在身體上只是想強調一點 就是這個出現了在哪裏呢? 出現了在這句的前面 我可以這樣寫也可以 我只是想強調給你聽它出現的秩序 萬一你們有些同學做功課會怎樣寫 有些同學會寫了一個更新的script 放在這個位置 可以嗎?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這個功能就一定要放在上高 因為如果你不放在上高 你的blast 拿進來的時候 這個功能還沒出現 在這裏召喚它就會死掉 就會不成功了 如果你現在好像這樣放在這裏 那就可以的 我剛才放在上高 是強調先後次序 我現在放在上高 但一定要放在上高 講到你們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請你舉手 謝謝你們 非常好 葉智希也在這裏 謝謝 葉智希可以嗎? 好,大家記得有問題要問 我們每一份功課都是悲喪之前的事 你們看起來可以嗎? 不要 大家千萬不要把東西放在心裡 有東西就一定要問出來 問個清楚明白 好,接著我們就到這裏 阿Sir 原來我的更新已經更新了 我們接下來 怎樣能夠 怎樣能夠 去按鈕的時候 那個科目會變成呢? 你可以講解一下 可以的 其實關鍵的地方 我們要講解這句說話 在我講解這句說話的時候 我先把那句說話 原本我打在這裏 是怎樣解釋的 第一科是中文 原本的第一科是中文 BR是這樣的 第二科是英文 原本應該是這樣看的 大家明白嗎? 66、67 我打下來 我打下來的意思 就是說 我不需要你的更新 我原本沒有更新的時候 我們是想出中英數 這樣打下去 可以嗎? 你明白 我現在在示範中 是打一個HTML 然後我會把這個HTML 解釋回上課的 給你聽 你明白這個中文英文 寫在這裏 是什麼意思? 你清楚明白的 現在我不用這個script 我正在做HTML 出來給你看 我會把這兩句 稍後我會刷掉 好 周啟風 周啟風 OK嗎? 周啟風 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楊尚瑜 好 來了 然後 我們會加入一件 阿sir 但是這樣 你會點擊它 你會點擊它 再換一個選擇 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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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開選擇 DOM 所以我會加個SPAN SPAN SPAN 和DRV 不同 span 是In-line-aliment 加了SPAN 再加後 要把ID 你不可以 不允許 但是你如果要住 你自己去SPAN 就有個好處 你就可以加上 BORD1 按擊 當你按擊它的時候 然後按入中文科,你就可以執行一句命令 阿Sir,執行一句命令呢 你按入中文科,就是想中文科選擇了它 我們就加入這個方法,加入這個方法 但是科科都按按加加加,我就不知道你加了哪一科 所以中文科在RV裡面是編號0 所以我就寫了編號0 阿Sir,如是者,英文科應該怎樣做呢? 英文科就是把這句複製貼上 找同學回答一下我,這個應該加多少呢? 無換謙 1 對,就是1 開了span,關了span 這些就是我打下去的HTML 如果同學你明白了這兩個HTML,請你舉舉手 有問題就馬上發問 鄧徐賢可以嗎? 好的,我是陳法� 好,接著我們將它改變 改變的時候,我會刪除你兩句 我們現在看上課就可以了 在你的項目裡面 大家看看 稍後這個Unselect Subjects ID 內HTML 是有中英Sophie Game by ICT-74 有七行 好,接著我們將它改變的時候 改變的時候,我會刪除你兩句 我們現在看上課就可以了 在你的項目裡面 大家看看 稍後這個Unselect Subjects ID 的內HTML 是有中英Sophie Game by ICT-74 有七行 那七行是怎樣呢? 是第一行、第二行 第二行是這樣的 第三行是把這句複製貼上 接著就改回一個科目名 和後面那個Span的ID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有這麼多科目 我們有這麼多會很長的 那個InHTML 就是將這句Span 每一個科目都要寫這個Span 然後放到HTML InHTML 做法是怎樣呢? 我在這個update menu裡面 我做了一個String 一個字串 因為我一頭Empty 裡面一個字都沒有的 當這個字串完成之後 其實它就存在了每一個科目的這個句子 中文、英文、數學 每一句這句越來越長 這個S1就會越來越長 由Empty開始變成越來越長 然後將這個S1 放回去Unselect Subject ID 即是InHTML 我開始解釋update menu S1究竟是什麼 這三句還沒說 但我先解釋了什麼叫做S1 S1就是存在這裡 匯一科 你明白S1的請你舉舉手 不太明白 多謝你發問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你是誰呢? 我是周家鋒 周家鋒 周家鋒,多謝你 你的問題其實是很多人的問題 我們總共有7科 周家鋒,可以嗎?7科 周家鋒,我們有對話 有7科 我為了浪費時間 我純粹當我現在有7個不同的科目 我沒有複製貼上,好嗎? 1、2、3、4、5、6、7 有7科,這裡當然會叫做 0、1、2、3、4、5、6、7 中要數3CAMBICT 我現在不改了 我就這樣寫7項 你明不明白完成張智英的7項? 明白 都明白 這7項是怎樣來的呢? 我一開始,S1是沒有東西的 就好像現在沒有東西的 S1有東西了,就是第一項 S1加上英文科第二項 數學科第三項 Physics第四項 CAM第五項 Biol第六項 ICT第七項 你明不明白S1越來越長 有這7項 所以它在存在的是 操作的 它在存在的是 HTML的句子越來越長 哦 我上來看這個功能 S1開始 empty 你明不明白 是 你不要管這三項做什麼 這三項就是 我剛才說 產生這堆東西 加在一起 完成了的時候 S1出入HTML 我現在只是說 開頭和結尾 45和50 你明不明白45和50 我是不太明白S1正在存在的是什麼 好,S1正在存在的是這些文字 OKOK,那我明白 明白的 但你一開始是沒有東西的 行不行 OKOK 因為一開始是沒有東西 慢慢越來越長 行不行? OKOK 好,那怎樣存在呢? 你又不是科科都要存在的 你是要哪些科才存在呢? 這些沒有選擇到的科目 你就存在S1 有選擇的數學科 就不要存在S1 CAM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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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選擇了就不要存在 這五科是未存在的才存在 未選擇才存在 可以嗎?阿楓 OK OK 好,所以我們就做一件事了 那件事是什麼呢? 寫個for loop 這個for loop 就是檢查 檢查整個away 整個away 裡面每一科 應該回到這裡講好一點 這個for loop 就是檢查整個away裡面 我們有個away 有幾個for 有n這麼多for n加加 n加加 如果有7for n就是7 所以這個0 就是0123456 跟上課說的購物卡一樣 這裡有7個for 無n就是7 i就是0123456 好,大家明不明白 i是怎麼來的 跟n 如果你們都不明白的話 一會兒說就會很頭痛 不明白的 有問題的請舉手 沒有問題的請舉手 有問題請發問 這個n是甚麼來的 喂? 聽不到 我想問你 這個n是甚麼來的 好,問得好 這個n就是我們一上課的時候說的 n你儲住了number of subjects in the array 這裡有7科 所以n就是7 行不行 OK number of subjects number of elements in the array 好,因為有7個科目 所以n是7 0就是0123456 逐科要試甚麼呢 要試一下選擇了沒有 什麼時候選擇了呢? selected 等於true 就是選擇了 selected 等於false 就是未選擇 我這裡可以這樣寫的 如果selected 是false 即是你未曾選 你記得這些未曾選的for叫做false嗎? 未曾選的for叫做false 你未曾選的for叫做false 大家明白不明白第84句嗎? 你未曾選的for 你就會在左手邊這裡出現 左手邊就是s1 s1就要儲住甚麼呢? 因為這句叫做類加句 類加句 在以前是有跟你說過 東西慢慢越來越長 這樣加下去 寫法就是自己儲住自己加些東西 s1儲住s1自己加甚麼呢? 你就要看回我那句的html 我那句的html就是加 這句文字 關鍵詞就在這裡 我現在把這個0彈開去解釋 把這個trilist彈開 我現在只解釋這句 這些可以刪除了 好了 現在我為何要特意把這個0彈開 因為這個0要變成一個變數 變數 葉子希在這裡嗎? 葉子希 這個0要變成一個甚麼變數呢? 請問 葉子希 尾 好 尼漢希 尼漢希 這個 一會兒我們特意把0彈開 把trilist彈開 開了給你看 很清楚的關係 我們在這個vlog中 他要變成一個甚麼變數呢? 李漢希 聽不到 喂 李漢希 不在 那個不是李漢希 還是甚麼? 李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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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變成甚麼呢? 嗨 李漢希 我們問回陳伯峰 陳伯峰 嗨 要變成甚麼呢? 對 要變成I 原因是0 要變成I 因為I會自動由012356來做 這個0要變成I 陳伯峰你回答吧 這個chilis應該是要變成 這個應該是 變成 and 不是and 這個chilis是怎樣來的? chilis是存在哪裏? subject and 嘩!subjects的 現在這個loop在寫著 i 對,subjects i,第i-form 可以嗎? 這個for-loop裡面寫著i-form 可以嗎? 明白嗎? 我現在說的是 這個for-loop裡面 因為有個i 0123小的 如果那個for沒有選擇 你就會加長 那一句其實怎樣解釋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字串 一個string 因為你這個ad用了double quotation mark 所以我被迫 這裏要用的是single quotation mark 去到這裏就要停下 因為這個是變數i 所以我用豆腐隔開 這個是變數i 豆腐隔開之後又會復變成一個string single quotation mark 去到這裏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變數subjects i 所以我又要用一個single quotation mark 斷了這個string 加一個豆腐隔開 這裏要加一個豆腐隔開 然後這裏要加一個single quotation mark 這樣隔開 你的html就變成一句這樣的javascript 裡面的string 大家明白嗎? 要怎樣隔開它 現在 如果你明白 我就回來講這裏 這裏是剛才那裏的講解 如果你的科目是未選擇的 你的strings1 就會儲住第一部分 加這個string concatenation 連接下去 這個意思 加上變數i 所以你的i是0 就這裏括弧0 i是1 就括弧1 再加上subjects i 所有Chinese English math depending on the way of i 加上這句 那就令到s1就變長了 好,大家明白 這個s1這句複雜的句子 其實是來自我們將這個html 將它拆散了 來做的效果 明白怎樣來的 請你舉一舉手 我講得很詳細 這個 如何舉手 好了,所以 你們做到這裏的時候 你們就會 Sorry 這是我的 這個 這裏就會出現了 這一句 我們差不多都講完了 今晚 今晚 接著就講到這裏 SIR 你按按鈕 你會叫一個 function add 那add 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那你看看 你那個科目 是未曾選擇呢 叫做force 好了,force 可以用一個什麼符號 來處理這個force 我們來看看 Java Script 那些叫做operator 那個叫做logical operator 我們有force 你可以直接 是否等於force 你可以這樣寫的 但是另一個 去看看是否force 我們就用反過來 反過來 反過來 去想 這是一個logical operator 感嘆號 意思是 你很聰明啊 你有機會 你暗示 串人 你很聰明啊 這樣 做了一個感嘆號 你要聰明什麼 加了一個感嘆號 這個意思 就變相反了 所以 我們就會加一個感嘆號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作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原本 在這裏 你用這個selectical eye 等於force 是不是要寫很多字 為了節省打這麼多字 我們就會加一個感嘆號 在這裏 感嘆號的意思是 你原本是false 它就變成true 你原本是true 它就會變成false 感嘆號就是調轉了 所以如果這個selectical eye 是false 你調轉了 就變成true 所以就是 if true 你就會加長 那什麼時候會加長呢 if裡面有true 它才會做的嘛 那這個cool 什麼時候是true 就是select 就是false 它就會做了 所以你記住 如果你不用感嘆號 你就寫selectical eye 等於false 它就做這一句 你如果不想寫selectical eye 等於false 你就加一個感嘆號 那這個意思也是一樣的 好了 你真的明白我的感嘆號有什麼意義 請你舉手 不明白的請你發問 A什麼時候是true 如果我寫一句 if a是true 我就做些什麼 其實很簡單 A是true的時候 這個比較式就是true A是false的時候 這個比較式就是false 所以整個比較式 就可以簡化了 寫個A字就可以了 A是true這句就是true A是false這句就是false 就是selectical eye 即是selectical eye 等於notselectical eye 不等於selectical eye 對 if notselectical eye 即是selectical eye 即是selectical eye 即是false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想寫一句 鄧道遠 你想寫一句比較式 如果A是否false 這句什麼時候是true A是false的時候 這句就是true 如果A是true的時候 那整句是否false 是否調轉了 所以這句的答案 就是A的相反詞 所以你可以這樣寫 if not a 寫個相反詞 不過在JavaScript 我們不是用not locked 我們用感嘆號 感嘆號代表 所以是檢查它有沒有重複 沒錯 就是檢查它有沒有選到 我們只會在沒有選到的方式 加上s1的list 可以嗎 好 講到這裡 原來我們是靠selectical 所以我們一擊的時候 會叫一個 function 叫做add 這我就會充電給你 這個功能很簡單 配 could 0 即你是把0的方式以前選擇了 역 could 5 選擇了 那麼如果你要選取 按5個에요 五個方式取決 我只要把select X 你这里召唤我,Add3,那X就是3,那3就变成2 你记住,那课给你选择了,你即时就更新 好,讲到这里明白,什么是Add的,你就操作,试一下复制,贴上 然后就在你自己的这里试一试,你就应该可以把课目按键,它就会消失了 为什么不在旁边出现,因为你被写,但你按键怎么消失了,因为你写了 阿sr reset 会去看,因为你还没写,写就会去看 但你按键会消失,为什么按键会消失呢? 是因为你按键的时候,你把这个subject select 变成True 然后update,update的时候只会在这里印False True是不会印出来的 好了,你明白这个Add的功能如何使用 而且明白你关键后,这里的D科目不见了,请你举手 即是现在的那些是False 现在的那些是False,unselected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Away to selected 是False 就是你未选择的科目 你一关键它,就代表你选择了这个科目 它就变成True 变成True的科目应该在这里出现 False的科目是否要选择在左边出现 可以吗?邓导员 OK 多谢你澄清了这一类的问题 不是,陈法空叫我澄清的 是的,这是澄清性的东西 就是大家对我清晰的概念 没错,一旦澄清了,你为别人发问了这个问题 大家都了解了整个结构了 其他同学,你不可以在心里有问题就一定要问 否则你下了堂之后也是不会做的 有问题的就问,很正常的 可以吗? 先问清楚 我看到同学又不举手又不发问 很无奈 封封,OK吗? 好好,可以吗? OK,sir 好,接下来 接下来 现在我要讲的,其实已经已经讲完了 在这里我先看看有没有讲漏 有一个Add,有一个Update 解释给大家看 有Add,有一个Update 还有这些东西 好了,接下来就讲一份功课要做什么 那份功课呢 我再加一个Logical Operator 让你记得 原来有一个叫Logical Operator 让你知道,提一提 这个 我们以前玩Python也有写过的了 这个这样的概念 不过,你知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强化了 就是你以前学过的根底 今天你落出来的 你份功课很简单的 Task 220 份功课 Title 叫Menu 导致名叫Index OK,Upload去Task 220 那里面最终的地方 完成它 第一 你要Update the total number of subjects select 即是说 看见了 你现在这里整天都是零的 都不会变的 你做的时候 这个数值要跟着变的 你自己想 这个数值,我任何提示都不会给你了 最后一份功课 是不复杂的 以前都做过的 是N Sopping Card 你也做了 这个就这样 加1-1 更加容易 阿Sir,不知道会不会是N 什么? 不知道会不会是N 这个不是N 你说这个? 这个当然不是N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Total 就是Total 变数Total N是一个 你有多少个科目 已经定了不变的 你这个RV里面有7科 那N就是7 可以吗? 你有多少个科目 是Total 叫做Total 可以吗? Total 就是Update 在Total ID 这个位置 OK Update Total ID 这个位置 好 你的功课 要做 就是要 懂得Update Total number of subject selected 第二 就是 你能够 按Reset 就是 会还原 按Reset 会还原 就是要思考 你一定会写一个功能 第三 你Submit 去这个地方 我给你 反而这个最容易做 OK 你的Form Submit by post 都是那句 Submit 你会出到这一句 无论选择 都会出到这一句 行不行? 还有这一句 我忘记写回 就是 要Update 那些 selected subject 行不行? 好 成份功课呢 就是做这四样的东西 Update 哪些选了科 未选的科 在画面上高 加个Reset button Total 要懂得更改 按制 send by post to 这个最简单 那大家做完 我们星期三 学学见 等等一会 星期三 星期三 Day 2 我们没有读 哎呀 喂喂喂喂 糟了 又甩了 大家还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了 我听不到你们说话 听到我说话 请举手 好 谢谢 我停了 我有东西想和大家 问问题 不如你等我先插一下 耳机 我刚才的脚又踢出去一下 看来阿sir把他踢出去 我想告诉你 不是我的耳机坏 是我的电脑 耳机坏就很简单 换了它 哎呀 真可憐 又坏了 喂喂 电脑坏就很简单 一天再换了电脑就行了 是啊 没了 阿sir 你把耳机坏了到街上 不是呀 我的耳机坏了 耳机坏了 耳机坏了 我现在弄好了 OK了 各位说多两句吧 神浩 说多两句 今晚吃抹茶蛋糕 好呀 吃豐富一点 好吃的 神浩 现在听得回 神浩是不可以吃的 是的 那种茶蛋糕很好味 现在才是经人计的 我们说到这里 Index 你做到这个位置 只能够加到一个 TODAL不懂 10E不懂 10E不懂 10E都懂 原来写了给你 哎呀 真的送大礼 然后写了 这一句 OK 没问题 好 说到这里 对功课 有没有问题 清楚功课做什么 清楚的请你举手 你会不会把文章送给我们 对不起 听不到 你会把文章送给我们 我会把文章送给我们 我会把文章送上去 我会把文章送到 那里 我稍后转过去 我马上转过去 WhatsApp 好吗 那就可以了 我转过去 或者我马上转到 到聊天那里 都可以 好了 在聊天那里有了 好 有了 那待会我会放回上网站 好 大家对这份功课有没有问题 最后一份 我会享受 完全没有问题 下一位 听不到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多谢你们 我对你们十分高期望 真的 真的 很想你们第二天 这一科 起码都要考到Level 2 先 你讲真一句 你不要做那么多份功课 你做到一半功课 你都Level 3 4 都没问题 如果你做齐那么多份 有真是明的 绝对是五星星的材料 真的 都是 人家以为 我们出猫 为什么弊行那么多五星星 被你立了 真的 但是 总之记住 你们是可以的 OK 你上课到这里 你都明白 我考那么多届 DSE 看着那些题目 来做 你们在做超班的东西 在网站里面 行不行 OK 大家记住 是 这个 你能力的范围里面 做得好 就算做到不是最好 你就试试做好 就算不是做到十分好 你就做到少少好 你做到少少好 都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大家有足够时间 要追回一些功课 好 如果都清楚明白 这份工作是怎么做的 那我就停止录影了 明白 是吧 是吧